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862集 抓住你了 盗门七品叫石器 可以驱使法器 包括飞剑 到了远景帝这个境界 以此驾驭多剑法宝轻而易举 另外 盗门也是术士之外 极少数具备炼制法器能力的体系 只是没有术士那样精通 几乎什么法器都能炼 一边驾驭法器攻击 远景帝一边召唤出一口清风 一剑地处 黄黄剑光铺天盖地 他走的是仁宗的修行之法 同样是仁宗二品 攻击力不比落语横差 盗门三宗里 仁宗是最具攻击性的 即使在五夫中 论及攻击力 仁宗剑术亦是佼佼者 且砖破五夫的铜皮铁骨 剑光之下 金刚神功坚持了几夕 没能撑住一剑传心 烟红的鲜血在许其安背后喷剑 远景帝疯狂地催发剑气 磨灭这个新晋三品的圣机 眼里闪烁着和帝宗妖道 如出一辙的恶意 宁宵道 出入三品的五夫 也配于朕争锋 他踏入二品多年 举国资源修行 岂是这个出入三品的小子 能抗衡的 抓住你了 许其安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 咆哮道 神书 一股深沉浩瀚森严可怕的气息 在许其安体内复苏 眉心浮现一抹宛如火焰的魔纹 皮肤迅速染上漆黑 脑后浮现一道火焰光环 许其安的气息暴涨 从三品初起 瞬间冲到三品巅峰 这不是神书一个人的力量 是两者合一的力量 砰的一声 发起铜镜炸裂 招魂翻炸裂 铜环炸裂 我来主导 许其安说道 如今已是真正高频武夫的他 掌控着划进的能力 一样能连死其他体系的高手 不需要再由神书主导 好 他体内传来神书的声音 神书是被迫唤醒的 能叫醒一位决定强者沉眠的 当然只有另一位决定强者 当日苏醒后 许其安对监政只有一个要求 那个要求就是帮他唤醒神书 不过当时监政拒绝了 没说理由 只是让他先去一趟白鹿书院 从院长手中接过魏冤留给他的血单 许其安才知道监政的用意 神书一个胃不保的屋底洞 他若是醒着 魏冤的血单就白白便宜了神书 下一刻 狂风暴雨般的打击降临在远景帝身上 层层叠叠的气浪炸开 远景帝只觉得四面八方 天上地下全是敌人 打击从不同角度而来 密集如雨 无法躲避 难以反抗 这就是高频武夫 噗的一声 许其安双手合并 穿透远景帝的胸膛 用力一撕 粉尸 鲜血洒在漆黑囚结的身躯 愈发的凶利如魔 这一刻远景帝正是死亡 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金光与无光交缠的身影断走 凝立半空 脸色阴沉地俯视着许其安 先帝真德 许其安漠然地看着地上的尸体 脑海里闪过一幕幕往事 闪过远景帝危言冷漠的形象 闪过这位帝王高坐龙椅的景象 尽管他早已被真德取代 尽管往日的那位帝王一直是先帝真德 但他依旧涌起强烈的畅快感 他亲手杀了这个狗皇帝 从此刻起 远景成为历史不复存在 真德面皮微微抽搐 远景这副身体虽然修为有限 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是实打实的一条命 一气化三清 一人拥有三条命 交手一刻中 他就损失了一条性命 忌惮地审视着那尊如神似魔的身影 真德地豁然醒悟了什么 指着许其安咆哮道 原来是你 原来是你 你就是当日出现在楚州的神秘人物 桑坡底下的封印物在你身上 他又怨毒又仇恨 原来是他 杀朕被亡的是许其安 早知是你 当日你回京后 朕就应该把你随时万段 朕后悔了 朕错过了多少次杀你的机会 你能瞒过朕 是因为坚正替你屏蔽了天机 让朕感应不到他的存在 朕得地气得心太炸裂 他亲眼看着这个小人物成长 养护为患 容忍这个小人物一步步成长 到如今才知道杀自己另一具分身的人就在身边 许其安 许其安不但杀了他的分身 还带着尸体回京 上窜下跳 杀国公 当着百姓的面痛斥他 欺人太深 欺人太深 朕得地既惊有怒 心里的恶毒如翻江倒海 咬牙切齿 我不会再给你机会 袁景一死 今日之后 大凤皇位一主 文言 真得地露出得意 硝狂的笑容 你说的没错 今日之后 大凤确实要一主 他将成为巫神教的附属国 果然 先帝的目的是让大凤成为巫神教附属国 他想效奉撒伦阿古 许其安皱了皱眉 你打算怎么做 真得地吞吐着天地灵气 恢复状态 他张开双臂 似是在展示自己的伟大 你知道龙脉吗 王朝统治中原 统治的不仅是人 还有疆土 人心凝聚气韵 而龙脉 是气韵和疆土凝聚的精华 我只要把龙脉之灵抽出来 献给巫神 中原就会天灾人祸不断 但又因为龙脉未亡 其一往往无法成功 而巫神教 掌控着中原龙脉 天命所归 入驻中原 情而易举 所以 你要帮巫神教杀卫公 许其安对龙脉不了解 但对气韵了解 大风损失一半气韵后 这些年国立江河日下 不是这里闹旱灾 就是那里闹水灾 连年不顺 而得了气韵的自己 这一路走来总能逢凶化吉 其余连连 短短一年晋升三平 表面开始受到了某些大佬的恩惠 其实这本身就是气韵 加深的表现 龙脉若是被巫神教夺走 结果可想而知 卫冤必须要死 他若活着 今日我面对的就是他 而一位二贫无夫的战力 可比你要强太多了 春德帝继续吞吐灵气 刚才狂暴的打击 对他造成了些许轻伤 魏冤是几百年都难见的帅才 他不死 萨伦阿谷寝食难安 无神教既是握着龙脉 也未必能轻松地入主中原 当然 我杀魏冤还有第三个原因 不久后 你自会知晓 对了 上朝时 我已经启动阵法 剥离龙脉 你要不要赶回去阻止 我不介意 到城中打一场 我介意 这些魏公也预料到了吧 景山城一役 同样是无神教的请君入梦 但魏公没有选择 如果坐视无神教 挣脱封印 就算魏公领兵打仗能力再强 也斗不过一个超频 徐清安问道 你想要抽走龙脉 监政会同意 身为一品术士 没人比他更懂气韵 珍德帝想在监政眼皮子底下抽走龙脉 痴心妄想 监政虽然不能杀 但他可以阻止龙脉被抽走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谢谢